你们有没有想过像这种豪车 它的价格里有多少是品牌一架 直接化身霸总 所以是来上海玩的是吗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日本 哇 你推了多少 妈妈咪啊 怎么就这样了呢 麦巴赫S级 大型旗舰轿车的标杆 它甚至是一张名片式豪车的代名词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像这种豪车 它的价格里有多少是品牌一架 假如砍掉30万 它还能达到现在的豪华标准吗 那上期视频给你们拍了杰尼赛斯级90 答应你们假如点赞多的话 搞一台麦巴赫S级来做对比 那作为一个重粉的博主 麦巴赫我已经搞定了 而杰尼赛斯级90呢 我也给你们升级成了 更奢更顶级的行政家常版 开始之前先跟你们交代价格 这台麦巴赫S480的官方指导价是146.8万元 正好卡在豪车税里面 而这台杰尼赛斯级90行政家常版的预售价 118.8万元起 那今天我就将从这两台车消费者最看重的几个维度 对他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对比 看看比麦巴赫便宜近30个W的杰尼赛斯级90 是否能达到相同的豪华质感 看看杰尼赛斯是否真的有我们媒体吹得这么好 再看看亚洲旗舰和德国奔驰究竟谁更牛 好了 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和你们强调一下 这台麦巴赫S480一天的租金真的不便宜 所以借车不易下次一定好吗 买这种家常豪华行政轿车的老板 是很注重气场的 如果标轴车型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话 何必再买家常版呢 当然气场这东西非常主观 我一个人肯定说了不算 我现在来到了新天地 要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 把表决权交给吃瓜群众 让大家来评判一下这两台车的气场和体验 你知道这两台车分辨是什么品牌的吗 杰尼赛斯跟奔驰 杰尼赛斯 在那边有个电码 我评过 那个贝斯 那个我不知道 叫杰尼赛斯 你觉得这两个车他们大概是多少万的车 麦巴赫S480吧 对 一百多万 后面的台你觉得 杰尼赛斯这个是G80还是G60 是90 八九十万 可能两三百万吧 那这个呢 一百万吗 一百 抛开品牌啊 就光看设计 更喜欢哪台车的设计多一些 如果选设计的话就选这个吧 其实之前杰尼赛斯那个G80 其实我是挺喜欢它那个造型的 比起麦巴赫嘛 我个人是更喜欢宾利类的那种设计 我觉得杰尼赛斯它那个后面那个屁股 还有它那个造型啊 我觉得特别像宾利 我觉得还是杰尼赛斯比较更容易 更喜欢 适应我 对 小哥非常懂车啊 光看设计你更喜欢你来车的设计 那个 我们可以上车简单体验一下 所以是来上海玩的是吗 对啊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日本 我们要不上那台再简单体验一下 那装的话那一台比较好看 那一台比较好看 然后做起来的话这台比较素 好 当心头啊 这个感觉怎么样 这个好像空的 就感觉上面这个顶质平线有差别吧 质感强一点是吧 你们觉得就是光后排的这种体验来说 有到这个30个W的差距 我感觉其实体验差不多 正常的配置都有 这空间感觉可以吧 可以 霸道吧 嗯 直接化身霸总 这个音响是一台 DNO的 都体验过这两台车的后排 你觉得哪台会更加尊贵一点 摸着良性是吧 摸着良性是吧 我认为啊 嗯 那差不差 这两台车我们就光谈裸车 可能差接近30个W 你觉得有到这个30个W的差距吗 我觉得 不值这个差价 不值这个差价 这其实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体验 感谢感谢 由于拍摄当日上海气温接近40度 还有些朋友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可谢绝了出镜的需求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虽然在大部分人的概念里 麦巴赫S级依旧是更贵的车 但有接近90%的受访者都表示 G90的设计更有气场 且符合自己的审美 后座的体验能媲美 甚至比麦巴赫S级更好 30万的差价 G90行政家常版后排队的料 能和麦巴赫S级一样足吗 咱们上这两个车后排 看看配置有多大差距 真皮电动座椅 分区自动空调 后排屏幕 无钥匙进入 次座椅通风加热 主架后排双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老板为足部通风加热按摩 全车双层夹胶玻璃 后排独立座椅 自动关门 两档方向盘加热 诶 等等 你这些东西都不用选择 大哥 我这都快120万的车了 这些豪华车最基础的功能都不标配 说不过去吧 否则 怎么能叫旗舰呢 我12.3英寸全夜镜以表 加12.8英寸 OLED 中控屏 强调一个与时俱进的科技感 小迪不裁 双12.3英寸显示屏 尺寸还是麦巴赫大哥 能得大一些 因为我在当中还保留了诸多实体案件 尺寸太大 不合适 对于豪华车来说 我认为在某些方面 或许传统的做法会更好 否则为什么宾利和劳斯莱斯 到现在还保留实体件呢 虽然预售价比麦巴赫S80 便宜了将近30万 但麦巴赫该有的配置 G90行政家长版也一个不拉 甚至给的更多 你说是吧 麦巴赫大哥 是 是 两台车的轴距分别是3370和3396 当然 作为一个严谨的汽车节目 这时候就必须要请出 我们的重要道具卷尺 和我们的特邀嘉宾 身高176公分的高妹小白 来给大家实际测量一下 两台车的空间表现究竟如何 我先让小白在两台车 副驾都调整到舒适的坐姿 座椅放到最低 西部离中控的距离 控制在13厘米 此时前排头部空间 分别为21和20厘米 副驾座椅位置不变换到后排 座椅靠背放置最躺 此时麦巴赫里的小白 膝盖到副驾座椅靠背的距离 为36厘米 而G90则达到了夸张的39厘米 但麦巴赫S级19厘米的 后排头部空间比G90多出不少 其实G90行政家长版 整体坐姿就比较高 我猜测是为了电气化做准备 两台车均有一件平躺模式 但各位可以参考小白躺下的效果 G90行政家长版 在纵向空间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哇 你腿有多长 110厘米 110厘米 110厘米长的腿 现在它停躺模式之后 脚离前排座椅靠垫 还有11厘米的距离 这空间离谱吗 很离谱啊 上海有这么几条 臭名昭著的马路 比如我现在 左手边的这条军公路 常年施工导致路况奇烂 现在我将分别驾驶两台车以相对同等的速度 完成两到三公里的颠簸路面挑战 看看他们的舒适性究竟如何 当然光开完这段路可太简单了 我打算给这两台车再上上强度 赵华小白呢已经在后排落座了 哈喽 一会儿它会分别坐在这两台车后排 完成画画挑战 看看到底谁更稳 50公里每小时 匀速前进 我来换一个佩奇 把简单的 我这换的是什么呀 好 现在这些路面的走动 还是出极难度 一会儿到前面会非常的噩梦 我多给你找几个井盖压抑 好 准备来了 兄弟 其实还好 我觉得 哎呀来了 多小话 我看前面卡车都跳成蛇皮了 这台车过这个颠簸的时候 稳的不行啊 好 我们要过铁路了啊 稳健稳健稳健 后排感觉还行吗 还可以 我签个名 啊 你已经画完了 这么快 对 那你再画一个吧 我看你能画几个佩奇 哇 我这个路面我看着非常噩梦 我是绝对不敢开性能车 走这样的路的 但是在这台车里面我觉得讲真还挺稳的 怎么样 梁小白我特意给你多找了几个颠簸 嗯还不错 我觉得它整体性还比较强 虽然能感受到颠簸 好 结束结束 我们到重点 你画了九个佩奇是吧 是的 画完了 嗯 九个 你这画的是佩奇吗 哈哈哈哈 你这画的也太抽象了吧 这个怎么像 刘小白你真的是画博啊 好 现在咱们换到麦巴赫S80上面 刘小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还是画佩奇吗 是 走你 走 50公里每小时云速 哎呦 妈呀 哈哈哈哈 天呐 这一起比 怎么就这样了呢 妈妈咪啊 准备开始地狱级难度了啊 你别晕车啊 吐的话就咽回去 你好稳 不要坐车里 感觉呼呼悠悠哎 糟糟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你会觉得这台车更晃一些吗 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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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脑告诉我 遇见坑不要躲 但是我的潜意识和本能反应 看到坑还是想躲 这是什么呀 好 停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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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11只 但是有一只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你这个 哈哈 你看上面 最上面那个只算吗 呃 大的配齐没有你在G90上面画的好 对 但是小的配齐其实画的都还挺好的 给大家看看怎么样 那也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 我分别开这两台车做司机的感受 其实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 最主观的一个区别就是这台捷迹赛斯G90 开它的时候会更轻松一些 而开麦巴赫S级 它是那种很典型的德国车 和沉稳的感觉 那这种轻松和沉稳的区别 分别体现在转向油门 以及发动机的发力 另外这两台车悬架的表现 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 麦巴赫S级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悬架会刻意的去调染了很多 所以它在走一些高架路段的时候 碰到那些起伏抛跳 它的车身是起来 动动动 它的那种呼吸效应会非常的强 所以无论对于开还是坐的人来说 麦巴赫S级会觉得是个很舒服 但是是会稍微有一些晃的车 还有一点就是后轮转向 这台捷迪赛斯G90行政 加长版是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 但麦巴赫S80是需要花 22100人去进行全装 虽然对于这种车型来说 肯定是会有专业的司机 但落实到日常的使用场景 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会像一条蛇一样 在车流之间穿梭 同样一个掉头 这台捷迪赛斯G90行政加长版 可以一个非常小的转弯半径 就完成掉头动作 做了这么多轮对比测试下来 先给出我的结论 比麦巴赫S级便宜了近30个W的G90行政加长版 确实能做到比肩它的豪华体验 并再次基础上给出了更多东方式的解读 但也要承认奔驰它百年的造车经 麦巴赫是绝对不差的 贵自有贵的道理 而且在一些细节之处 比如说麦巴赫的专属字体 油爱设计界面 还有刹车油门踏摆的麦巴赫logo 简吉塞斯作为一个新近年轻时尚的豪华品牌 确实还有很多向麦巴赫值得学习的地方 要我说这两个车就像上海的豪宅 这个就是身处市中心腹地的翠湖 地段号名气想 谁都知道老牌豪宅不会有错 这个就是古北一号 它肯定有着同价位之中最好的品质 虽然地段可能确实不如新天地 但它自然也有能在上海豪宅中立足的优势 非要对他俩谁更好争出个结论 其实意义不大 等到你可以达到必掩入他们的经济实力 你会污出一个道理 对于物质的需求没有谁更好 只有谁更合适更喜欢 在做这项对比之前 我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究竟何为豪华 像劳斯莱斯 宾利 麦巴赫这种顶级的豪华车之所以能成为奢侈品 是因为他们善于把握和挖掘细节 在杰尼赛斯G90上同样不缺乏细节 而且你能通过这些细节和设计 感受到东方人在坐豪华车时特有的细腻和贴心思维 这个年轻的豪华品牌用自己的活力 动感的优雅 又一次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知 最后我想通了什么是豪华 能建立自身风格 并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的才是豪华